Lun Sang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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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Facebook 的朋友 今天早一点 10点凌钟 要开始跟你做个Crypto Talk Share News 的朋友,你们好 今天是30日,December 還有一天就是2021年的終結 2022年希望明天更好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三件事,今天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韓國文化體育和遊戲部門 這是一個大餐業 現在所謂的韓團 韓國遊戲的建築都很盡快 你想想第一個盛大那套遊戲 叫什麼王者? 不是王者那套,叫魔獸 盛大那套就是韓國仔搞的 也做了一個很強的產業鏈 大家都知道韓國近年 在漁學文化事業發展得很好 輸出的外勞 輸出的外勞 或者是那些所謂美團 那些男團、女團 都是相當產業化的 亦都相當成功 Anyway,有什麼新搞作? 它屬下的遊戲委員會 管理委員會 勒令Google Play 和iOS App Store 將所有Pay to Earn 即是邊玩邊賺的遊戲 全部要下架 Pay to Earn 要下架? 對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在韓國的法例規定 所有遊戲都一定要分級 一定要分等級 分等級 OK 因為這些是Google上去的遊戲 他們要協助分級 但是呢 另外一件事 它亦都有法例規定 所有遊戲的獎品 獎金 不可以超過10,000W 即是大約8.5美金 不可以超過10,000W 8.5美金 超過了這個數 已經不可以當作一個遊戲 可能會當作一個賭博 有博彩成分 所以這一類東西 就不會評級 所以就不能上 所以現在就要全部下架 好像之前我們說過很多些 很受歡迎的 Pay to Earn 的遊戲 Crypto 方面的遊戲 那些全部都需要下架 OK 問題在哪裏呢? 就是 它說它 有一個價值 我趙耳聽 有一個價值 大家都知道 玩這些全部是Token 是 那它如何設定USDT 它如何設定Bitcoin 它在它的法例上 這是一個法定貨幣 還是只是一隻Token 因為USDT 如果你賺取一個USDT 你沒錯 是有一個價值 但如果是Token to Token 那又如何呢? 那這個 現在是Crypto Exchange Crypto to Crypto 是不受監管的 很多地方都不受監管 因為它只是當作兩個 commodities 的互換 但是韓國是受監管的 韓國是受監管的 你一玩遊戲 就不會收USDT 一定是收那些遊戲幣 是 韓國就定了例 一定要它指定的Exchange 去換 所以在它來說 它已經是一個Virtual Assets 所以 它有一個Def Define 它有一個Asset Value 在那裏 那這樣就不會減掉 是 就變成 之前那些遊戲 全世界都流行 魚逆方中 現在就迎來第一個重擊 就是一個 在遊戲世界裏面 都幾大規模的一個國家 Play to Earn 是一個近這一段時間 或者大半年 最熱門的玩法 是 就是希望那些人 怎樣說呢 是 Addictive 黏住 黏性較高的做法 你每天來打卡 你每天來簽到 其實如果你說遊戲是這樣 那另一個問題 就是那些很多網站 要你簽到 派東西給你 那這些又怎樣呢 我不是要你Play to Earn 我要你簽到 我不用你在玩的過程 去賺的 你來到登記 Play to Earn 登記登入每天玩幾個小時 我就給你 我不知道它的定義 它會是怎樣 不過就是 一個頗大衝擊 就是這樣聽下來 韓國是這樣 菲律賓 你也知道 上一次說 它說明現在 想要收稅 是 那又是一個問題 抽稅的時候 那些人還好一點 抽稅好 你一說抽稅 那些人就放心 因為你抽稅 就是你承認一件事 是 不知道對後面其他有什麼影響 但是對韓國的產業鏈來講 我當然不英俊 是 沒有反對聲音嗎 沒有的 它根本是一個命令 就要它馬上下架 因為它引用現行的法例 它不是有新的法例 要推出 OK 有趣味 是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都是韓國 有關韓國市 這期是韓國市 最大的一個交易所 Coin1 就宣布在 來年1月24日 一個月都不夠 之後 所有的提幣 入幣 都 提幣 提幣 充值 對 對方的 wallet address 一定要做 提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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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幣 即是 那個 address 一定要有人認同 可以正式追查到 這就是 技術如何做 技術如何做 實際上 所有 co wallet Metamask Ledger Tresher 24日之後 全部都不能用 就可以了 因為那些只是 一個 系統 是 你想說 這個 address 是我的 你想證明是我的 我是擁有這個 身份 你沒有辦法證明 所以 變成在 1月24日之後 即是 在這間交易所 就沒有辦法用 但是 他是走前一點 因為韓國 說了想在 大概3月的時候 訂這個禮 他就早一點 就執行這個 好 第三件事 就是 關於 明天 明天 有 9億美金 期貨合約到期 還有 有 60幾億美金 期權 合約到期 是 史上最大的 期權 到期 BTC BTC 即是在CME Exchange 不是CME 叫做 Duribit 有60億的期權到期 最大的 BTC 最大的痛點 就是大概48,000 即是48,000 即是48,000 結 一些人一定是做多 如果沒有猜錯 多 是高 多於這個 是 做多 如果你要 一定是48,000 以下 48,000 看看 現在 46,000 早日說 告訴你 死定了 46,000 47,000 36,000 36,000 昨天才關了 4,000 又跌回10% 真的 不用擅長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每次都很好 就算數 算數 算完數 再說 對 因為每一次 最大的 其權 期貨呢 期貨的痛點 是48,000 期貨又不同 期貨沒有一個特別痛點 因為期貨是不同的交易 各自有不同的交易 是 到期嗎 期貨到期嗎 即是 你先除了CME 不是 不是 因為 FDX 那些都不一定是永續合約的 有些不是永續合約的 又不是永續合約的嗎 又不是永續合約的嗎 又不是永續合約的 是的 interesting 嗯 大家要留意 我都說 那些是三月期嗎 還是 Month to Month 有三月期 有Month to Month 因為Option很少做到這麼短 是 Option很短 怎麼說呢 記得 大半年前 我跟你說 香港有個朋友 他們說 有些專家 想開一些叫做 叫做 Durative Market 的 product 在倫敦 不知道他成了是不是 我也沒有空 zehn 就是BTC 計價 他們出了個 所謂市場主導價之後 就出一些所謂的 Durative 你知道 香港做Durative Market 的高手是相當之多的 嗯 嗯 我知道它們有提供服務給不同的交易 如果大家有玩過香港的那些旗權模特兒 那些 business model 它是一個computerized model 那些是很全面的 不同的 option price 不同的 strike price 不同的 time等等 這些是幫莊家開價 或者屬於一個開價公司 有點像恒生指數服務公司 他們當時有這樣的 idea 是相當出位的想法 因為假設了一件事 只要將這個option market 或者指數的這些數目指數的 market 是沖得比較行的話 做得比較闊的話 很多人就會賭掉了 一個好的 pricing model是很重要的 當然,好的 pricing model 也只是提一班人而已 其他去玩的那些 都是你走過去做的 就先吃虧了 做option 永遠都是的 Anyway 這個market是發展得很快的 大家會看到的就是 留意到option market option 或者是期貨的市場 Directive 的市場 是幫它累積了某一個方向 其實期貨佬 我也算是半個期貨佬 我也做了三十多年 永遠都是一樣的 側向一旁就必死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件事 永遠都是這樣 期貨永遠都是這樣 側向一旁就死了 因為你有一個對手 散戶永遠鬥不贏莊的 在這些環境 你贏得一個月半個月 你只是幸運而已 長期來說 基本上都是個莊贏的 這個是美國的commodities 以前我已經說了幾十年前 師傅說了 美國的commodities 做right的借贓 right是贏面85%的 比premium 那個 基本上都是只有15%的勝率而已 所以我經常都很奇怪 後期有些人經常教你 怎樣去說 賣期權 股票是其權 賣期權是 limited loss unlimited gain 對的 這個理論是對的 但你永遠都是 limited loss 因為他夾到你 你給了一個premium 有一個time value 在那裡殺死你 Anyway 講一下基本理論 大家都是新興市場 新興產品 什麼都可以賭 這個就是 蜘蛛的情況 大家看到很多變化 一講說不可以 ETH也會跌 因為韓仔持有ETH也持有很多 那你的ETH怎麼知道呢? 如果是這樣就沒辦法了 就拋了 所以這段時間 ETH是最有機會跌得深一點的 他拋完之後 變回 Local market 或者趁現在還可以 走得掉 他還不拋掉它 但是他也要想 我將來拋掉之後 我怎樣變回錢 難道拿著一些貨品 到處走嗎? 是吧? 不可能的 所以實質的application上 變成模型 都產生了壓力 是吧? 大家留意一下 好 好 就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明天再見 OK 明天再見 拜拜 Facebook 朋友 明天再見